30系列显卡刚刚上市不久 其性能和价格让大家欢呼雀跃 但是经销商的加价销售行为实在让人厌恶 不过30系列显卡对于很多买家来说 都是一代非常具有性价比的显卡 如果你近期有升级电脑或者买新电脑的计划 可以再等等3060显卡 不过预计今年会有3060Ti显卡的上市 预计上市时间应该会在3070开售以后 通过官方数据来看 3060Ti将会是3070的精简版 和3070同样搭配GDDR6 8G显存 256未宽 不过在核心频率上 3060Ti将会比3070稍微的低一些 另外CUDA方面 3060Ti是4864个 而3070则是5888个 从数据上看 3060Ti可能并不会比3070差很多 不过3060Ti相比3070在价格和公告上都会小很多 而且3060Ti对于使用2K显示器打游戏的人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当然如果纯办公使用4K显示器 这个显卡依然没有任何问题 我认为3060将会是一个极具性价比的显卡